9加2一板都看完了 所有灣區都有幾個港口組成 現在四大灣區在疫情下 我們是唯一正增長的灣區 其他三個都是負增長 所以成為全世界最大灣區的時間問題 又快了一點 在2019年2月就正式出了 我們叫粵港口大灣區發展規劃的綱要 大家可以看看 實際是第8點和第10點的關 多些大家試 上年的十四五規劃 我們講到專章 也有講香港的角色 就是國內大循環和雙循環 就是將國內的人包括人才 透過香港可以出去 出去海外 同等於有些外國有些人才 我上的大灣區都經香港 進去國內的 所以我們香港的角色就是做了這個雙循環的角色 16項就是 如果大家有機會請人會計師、律師、建築師 有些可能你看到現在我們考第二屆的律師 最初第一、二屆都有60%合格的 合格率 有幾百個人已經上了去成功考牌 是可以在大灣區執業的 所以這就是專業人士的資格互認 過往你見到基本上是不可以這樣做的 現在是可以的 這就關於多些大家的事 我們叫GBAS 是2019年2021年2022年 甚至2023年 我們叫畢業生 是香港本地大學畢業的同學 那他們做什麼呢 當然700個創科的職位 會高人工一點 去到26,000 但普通的職位都18,000 普通的職位 那就是什麼意思呢 2000入面 最少有700個創科 另外1400是普通職位 是有什麼條件呢 譬如說我們公司在香港 我們在深圳 或者國內 在灣區裏面是有分公司的 基本上大家是可以 在這裏翻半年 在國內翻一年 或者在國內翻半年 在香港就翻12個月 政府就資助1萬元 每個月就資助18個月 就是這樣 為什麼呢 在12月份開始有個港澳專章 是專門加香港和澳門的 只是說香港和澳門 以前就沒有這件事 只是說中國裏面 我們那八大中心 當時十三五 就是說金融、貿易和航運 這幾個金融在這幾年 我們一直在提升 其實貿易是佔比重最多的 你看到譬如說 我們叫創科 一個法律 法律仲裁 因為在國內行大陸法 在香港行普通法 加上國內用簡體 香港用英文 所以你見到很多 他都想在香港和大家去 我們叫拆電他 就不會是用國內的法律 所以在香港有這樣的角色 還有一個就是 國際創科 現在在北部都匯區 有個科學員 四倍大的科學員 還有中外文化藝術家流中心 除了在西九的M家 古工博物館之外 你見到在香港 我們就是做一些 深港的現代服務業 說的是大家 HR就是要這些 知道我們兩邊 香港的人才 要什麼 會計、專業服務、IT、文創 或者你見到是 物流 這些他就是主要這些 所以我今天想說的就是 我們一個青年人 應該要怎樣 prepare多些 在你自己的career path 上面 首先說一下 這個大灣區 到底是一個什麼的concept 其實2017年 政府開始說 越港澳大灣區 到現在2021年 十四五規劃 港元到二十大剛剛開月 都很強調兩邊的發展 其實灣區是要求的東西是多的 人才的需求是大的 尤其是好像騰訊、華為 現在有商湯科技 都是這些跨境的一些企業 需要兩地 了解兩地背景的人才 是很需要的 香港也有很多 中資背景企業 在香港也有設立分店 甚至一些跨國的企業 都是香港是一個主要的地方的時候 我們應該怎樣把握這個機遇呢 上面的change是很快的 但是你們怎樣可以 catch到每個moment 我覺得整個skill set 我自己覺得是有 以下這五個的 第一就是你的professional skills 第二就是你的innovation skills 第三就是你的language skills 這個是香港的同學 就是一個很厲害的skill set 第四就是你要一個開放的態度 之後就是你的team player skills 我們有很好的professional skills software skills 然後有很好的global vision 很靈活的 然後英文也很好 然後有說很sustain的事情 但是缺乏的 差一點就是對國內的情況不了解 國內很講關係 怎樣去打好關係呢 跟每個人 這個也是難的 三方面 現在我們看到statistics 就看到大灣區最想從事的一個行業 文化產業 因為文創也是國內很推動的一件事 第二就是finance service 就看到無論渣彈銀行 或者匯豐都在國內設立大灣區分佈 第三就是科技和innovation的公司 就是Tencent、華為 去一個城市的之前 要了解清楚那個城市的features 好像深圳比較年輕 high pressure 一些的 廣州很多身為醫藥的公司都在那裡 不要覺得因為我現在吃政策 我現在政府要求我 或者政府想我去 所以我一定有這樣的機會 其實要有一個mindset就是 我們的international的corporate 其實是在世界找人的 全世界都會有hunt 去hunt一些人回來香港 或者hunt一些人回來國內做事 而香港呢 剛好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因為香港是吃大環境 所以as HR的perspective 應該是怎樣去做這個recruitment 或者你之後你怎樣去找人 你都要有這個global mindset 因為他們最終想打造的灣區 是一個高學歷高層次的人才的一個灣區的城市 要看一個long term 即是 好像很多人就看big 4 就說 都是只有1萬6、7元而已 我做audit 但是 正如Iran Stanley所說 剛剛你在big 4浸幾年 那你有個title 然後再 jump去其他的公司 去corporate 或者去到in house 那別人就會覺得你很competitive 因為你有不同的experience 而你在灣區的experience 你是證明你是一個motivated 即是很self motivated的人 你可以在一個你不熟悉的環境裏面 你可以生存得到 不但你還可以做得很好 那在這十八個月 是一個很好的exposure 那我有些朋友 他參加了匯豐的gba program 那他最後呢 他會send了去廣東 他做了十八個月之後 他回來香港 那也都很快 也都會被nomine 去其他外國去做 所以是一個循環來的 而不單止說 我在大灣區contribute了十八個月 我之後的career path 就要在這裏 這個不是這樣的 大灣區是一個 給你發展的平台 因為它是一個white picture 給你可以理想做 都可以 所以總結我覺得有六點的 第一就是 要提早我們 對國內大灣區的一個了解 第二就是 他要匯聚人才 要增加競爭力 其實 在人力市場 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which means 就是很多機會 可以給你們去manage 一些人 或者head hunt 一些人 第三就是 就是 你真的要走進去 了解一下 每個城市 whatever 是去travel 還是你只是去跟交流團 什麼都好 或者去internship 都好 你知道國內的生活 和文化 是怎樣的 香港的年輕人 是有很好的一個競爭優勢 剛剛提到的五點 但是 亦都是要把握住這個機遇 就不要說 我有優勢 但我不catch 這個是事實來的 新加坡現在見到很厲害 其他的鄰近城市也很快 大灣區作為一個未發展的藍圖 那我們是不是更加應該有競爭力 因為做得HR的行業的朋友 因為你們牽涉到的行業是非常之廣泛 同不同意 尿色的行業包括有一最新最熱的行業 或者是一些未認識的行業 甚至舊有的行業轉型 其實回到我們這樣說 為什麼我們在job hunting那裏 會這麼接觸到多些要時事的觸覺呢 其實就是要知道哪些行業 我們未來是需要的 其實知不知道HR 下一個階梯 或者是你們除了升到一個 director grade之外 還可以做什麼的 job hunting 因為你有足夠的人民網絡 你有足夠的一個experience 你可以去做一些hunting的工作 另外一個很大的 很多trainer都是讀HR 如果真的有心去大灣區 或者去發展國內的好 你們需要的想的體系 全部是不同的 需要了解這一點 香港可能老闆真的給你做一個training 或者是做一個培訓的工作 可能50人已經叫很好 但是如果你在國內 你沒有5000人的一個experience 都不是一個bear experience 我們其實做很多HR Consulting的工作 就說我很多希望可以便宜一點 過人工 佔整間公司的cost 低一點 一般由HR這樣說 佔所有人工的開支 佔整個整體公司的營運 控制住在25至30%中間 好了辦公室文化 剛才說內卷是不是 很多人工作都留到11點 那些就是內卷的最低層 如果你在辦公室OT繼續學習的 就是內卷的中層 內卷的高層是什麼 這個就是你需要把握到你的機會 將你的idea 將你的一些可以貢獻到 沒有給公司的東西 就是高層去處理 那你就是內卷的高層